上午10点台山乡村振兴大营宣传活动 美丽台山我的家第五期直播活动 走进49挪回庄园 通过现场直播加图文直播的形式 全方位展现49镇乡村振兴成果 直播当中49镇委书记谢福海镇长徐光智 作为受邀嘉宾 在访谈当中详细讲述了49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思路 目前所取得的成果 唱谈未来发展南淘 其中重点谈及盧会庄园 白石堡村委会桥头村 望江村 上浪村隔乡村振兴成果 分享了49大力发展民宿的经验和做法 现场还连线了白石堡村委会干部林志华 白石堡桥头村村民张亭玉 上南村村委会第一书记郭晓兵 望江民宿老板娘赵卫生 上浪中植场场主李健雄 上浪康营重植员工作人员黄立真等人 以他们的亲身经历 讲述49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感受到的变化 近年来49镇认真贯涉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落实市委是政府决策部署 以生态、悠闻、体验、运动、观光为定位 以四聚焦为握手、力速四个有 加快推进乡村神庆取得显著成效 下部我们的工作计划呢 第一个就是努力打造我们的那个艺术小镇 第二个努力呢就丰富我们的这个精明项路了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推进这个产业融合发展 第四个呢就是做这个美丽乡村的全面铺开 今年呢我们以这个桥桃堡永庆礼作为那个示范 以点代面呢来推动我们全镇的这个乡村阵型的铺开